这个是我们无土栽培的番茄 长势啊 这段时间把这个二摩 戒掉以后 光照好了 温度高了 整个长势就起来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也会容易出问题 如果你番茄 前期管理出现问题以后 这个时候温度高了 光照好了 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好事 这两天 陆续续都有朋友 发信息说 这个番茄叶子啊 好比说是番茄叶子 出现 上卷 就是卷叶子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实际上 卷叶子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这个 营养上不去 养分呢 包括水分的上不去造成的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 追根溯源 最终原因的 一般情况下 是因为根系不好 造成的 你这个水分 养分上不去 因为一般土壤这块 都不会缺少 水分和养分的 是吧 才出现这种卷 这种症状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如果说 我们出现这种症状了 那么怎么办呢 抓紧时间 使用生耿剂 去进行灌根 因为生耿剂 最好的生耿方法 还是在灌根 这一会儿 灌根 然后呢 平时 建议就是 10天半个月 我们用一次海盗精 因为海盗精的东西是好东西啊 不仅是生根的问题 因为你 除了生根以后 你还要养根 护根呢 是不是 你好别说你 温度低了 造成根的伤害了 这就是在养根 护根这块没有做到位 有时候不代表着根系不好 根系没有这个链 就是因为在养根 护根以后造成的 根系受到伤害了 所以要做到这一块